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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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做一道菜 叫紅酒燉牛尾 我也是第一次做這個菜 第一次做牛尾骨 超市可以買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材料 最主要是牛尾骨 在超市買的 牛尾骨 很貴 13-15元 一條 我怕不夠吃 另外買了 牛肉 在超市買 介紹配菜 紅蘿蔔 洋蔥 我看到很多YouTuber 都會買洋蔥 但我喜歡這隻 然後買了 蕃茄 薯仔 蘑菇 西芹 再買了 雞湯 蕃茄 很多人用蕃茄醬 找不到 這隻 冰糖 和鹽 配料 這裏就是我今次做的材料 啦 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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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不是 嗯 哦 哇 現在大部份的材料都已經切好了 有些不切或不做 是因為要炆大約2小時後 才把比較容易溶化的材料放進去 剛才忘記介紹酒 紅酒我只是隨便買 現在水滾了 先把牛尾過水 先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因為份量比較多 約3至5分鐘 等油飄上來 煮了大約5至6分鐘後 把牛尾骨拌出來 有很多油飄出來 拌起後要過一個冷河 放進冷水中 放進去冷水中 放進去 過完冷河的牛尾骨 煎一煎才會香 加牛油 先煎一煎香的牛尾骨 已經有少許金黃色的時候 放少許胡椒粉 放少許鹽 和蜆皮 炒進去炒 然後把蜆蜜的醬汁 放進去炒 然後把蜆蜜汁放進去炒 放進去炒 比較乾身後 先拿起 再炒幾粒蒜頭 粗切就可以了 輕輕炒後,醬汁淋上去 現在換了一個比較高的鍋 因為要放牛味 炒完的蘿蔔和西芹 放入一個比較大的鍋 加了少許鹽和胡椒粉 現在放紅酒 這瓶酒沒有特別的 有朋友送給我,放進去 通常視頻是300-50 隨意地 放紅酒後,開始放雞湯 現在放入牛尾 牛肉放在表面 加上剩下雞湯 就可以開始炆了 炆之前,最後放兩塊冰糖 先炆兩小時 中間可以加水 煮了三小時後 紅酒的油味就是這樣 基本上肉已經很軟 炆了 現在炆了四小時的牛尾 肉已經軟了 現在很香 最後加了少許胡椒粉 還有鹽,調味 很濃郁 很期待 有些肉 很期待 炆到四小時 中間 炆了 炆 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